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就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国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晚的讲师 大山格林讲师 今天诗语是 这是高级班 所以任何的 我就假设你们初级班都上过 来开始我们讲高级班 最近 虽然媒体这边 我的手机现在没有那么烫 媒体这个 从上次那个案子慢慢下来 可是呢 我跟他们动作还是不断 最近 我们之前配合的一个厂商印刷厂 被我们的请制单位人约谈 约谈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说说 你们那个ID卡是不是你印的 你知道我们那个印刷厂的老板叫什么 那哪有可能啊 你怎么办 那个身份证上面的金片码 不是一般的印刷厂可以印的好不好 我们中华民国那个身份证 只有一张纸条码 那个可以印刷厂印的 可是有金片卡 这个不是随便可以印的 我们把我们的身份证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来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长这样子 后面这边是有印 有金片卡的 可不可以这样印 也不是你随便可以印的 并不是在说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印有没有金片的卡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里面印的东西是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上面写的 你印任何东西 你敢称为 这是叫做身份证 有几个重点 其中 当然啦 这些基本的资讯都要有 以外 你要讲说 你是根据什么理由 印这个身份证的 我们这边写得很清楚 我们根据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章和平条约》 对不对 《台湾关系法》等等 我们印这个东西 这是法源依据 然后除了法源依据 还要讲说 你这印这个法律 是谁的管辖之下印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 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印这个是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我说过很多次 你不敢随便 冒用人的名字 做任何事情 包括到银行里面去贷款 你如果用别人 冒用人的名字 你马上犯罪 马上可以抓去关的 对不对 你冒用人家 没人家 你还选那个最弱的呢 你居然敢选美国军政府 来当作那个冒名的对象 你胆子太大了 而且这冒名 一冒名就是四五年 我们身份证发行了多久了 多少年来都用美国军政府管辖下 发行这个身份证 你调查 为什么可以冒这句话呢 你办案的方向错了 我在这里跟你调整回来 真的去拿 我们持有ID卡的人问他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要这张 不要拿别人印的 不要这个 随便换一张名片说这是我们印的 不是喔 这个身份证只有台湾民政府印的长 这个样子才有用 而且我们印到现在多少张了 五六万张了 这里面申请的人有谁 社会阶层里面从上到下都有 一般人民也就算了 有检察官 有军人 有法官来申请这个身份证 你怎么会找他们来问问看 这张卡片有没有用 这个身份证有没有用 反而是你中华民国身份证没有用 我自己本人就是这个身份证的游泳者 我拿这张卡片去哪里 这我的卡片 我这卡片 这个身份证 去过很多地方 我自己用的 我自己是证人 有问题来问我 我拿这张卡片去美国 去哪里 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你要进去的话要怎么样 这个安检很严格的 特别是从911之后 那个整个美国的 这个检察体系非常严重 更何况你要进入是美国重要的 政府机关 我那时候 就是用这张卡片 进入他们的安检 过安检 他要看你这个卡片上的照片 你这个是不是合法的证明文件 不是任何有照片就可以进去 那我怎么进去的 证明了 我们还有同心拿这个身份证 进去什么 联合国 反正你中华民国的护照 身份证不能被接受 被打枪 苹果日报自己就报了一个 你们上网去看 苹果YouTube里面 他就有一个专门 苹果记者真的拿中华民国护照去试试看 因为他说 听说网路上有这种传言 他记者想去证实 他就真的去做了 果然被打枪 可是我要建议苹果日报记者 再做一件事情 你去申请你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然后进去看可不可以用 要对照主 你不能只是有讲说 那个不能用 那台湾民政府这个可以用 你要不要试试看 任何人 我现在就请 观看我们影片的人 任何人拿我们的身份证去 美国去使用 出国去用用看 那这种是很容易找到证明的 你要说 你如果是钓下去要钓它 这种有用不用 你有去证明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找一个例子 就已经推翻掉了 没有 这么多年以来 没有 台湾人还怀疑是什么 现在连新北市 你打个电话1999 说 台湾民政府合法的组织 合哪一个法 他没讲清楚 在中华民国里面没有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跟他登记 你看看他们外面媒体 很喜欢讲一件事情 说这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没有 台湾民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我跟你说 你可以随便发身份证吗 这叫言论自由吗 你可以随便组织政府 这叫言论自由吗 你可以组织自己的黑熊部队 这叫言论自由吗 你自己规划新的 把这个国土重新规划 这叫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吗 我现在从以前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 台湾有一个团理组织可以 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形同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的单位在做事情 这怎么是言论自由 你去美国看看 你可不可以自己发行自己的身份证 老早就被抓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不是简单的几句话 官员为了要留他的面子讲说 这是言论自由 不是的 这当然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那是什么 那显然有其他的原因 台湾人都要去想 为什么这样的组织居然还能够存在 为什么现在的法律管不了台湾民政府 我们这一连串一个月下来 让台湾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发现 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在台湾 几五六万人的组织还有部队 这个很奇怪 你是不是觉得奇怪 有台湾 台湾过去到现在的历史里面 没有这种团体组织造成 那我答案就在上面 Under the jurisdiction 台湾民政府为什么无法可管 不是中华民国体系或者流氓政府 或是台湾治理当局可以管的组织 因为我们按照国际法战争法 旧军争和平条约 底下我们是被占领地区 我们上面顶头上是美国军政府 帮我们设立台湾民事政府 任何被占领地区 要设立军政府跟民政府 军政府负责管理秩序 民政府管理一般人民事务 过去中华民国他们被派来台湾的时候 当作代理占领的时候 他也设立这个组织 警备总司令部 现在也有那个什么 省政府后来改成 本来叫行政长官公署 后来改成叫省政府 现在改成叫海巡署 那个 现在改成叫省政府 留在那边 警备总司令部变成海巡署 那是在中华民国占领底下 可是现在美国要恢复 对台湾的占领的时候 就是美国军政府 加上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全名叫做 台湾列岛 也可以讲说福尔摩沙列岛 或者说台湾澎湖列岛 美国民政府 我们只是把省略讲 就是台湾民政府 其他的全名一系列是出来的 这名字一出来的时候 任何人如果了解 什么是战争法 或者知道法律的人 就知道这个名字一出来 就表示你是谁了 那这样的单位组织 怎么是你这个 以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名义下面的 欺骗台湾人说 有一个政府组织 下面的一个 某某调查单位可以处理的 绝对不可能 那是你处理得来的 你没有任何法律 处理不了这个团体 所以我们的成员到现在为止 哪一个人是因为这样 被抓去调查被关的 没有嘛 只能把你抓去 不然媒体给你 全面给你铺垫盖地 给你丑话 什么诈骗吉兰 再讲之后 诈骗吉兰它就是污蔑 哪里的诈骗 真正诈骗的 我那时候讲什么 我要给中华民国的护照起底 谁知诈骗吉兰 中华民国那一本叫做护照 不是护照啊 我讲了好几次啊 它哪是护照 护照是只有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才可以发行叫做护照 那我说怎么起底 证明的方法 就是把中华民国护照 进到任何一个外国 进去海关的时候 他们会把你探索 然后每个护照 后面最后一页 上面有一个词条 他们海关通常把你的护照 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 探索下去 然后他们的电脑 就出现这些相关资讯 这是哪一国 从哪里来的 它过去有什么记录 它的指纹 辨识 它的图形 它的眼球 都在这个资料里面 全部跑出来 任何到哪一个国家 给你输入的资料 也都在里面累积下来 现在全世界的反恐 做得很彻底 由不得你随便用骗的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那你所谓的中华民国护照 scan下去 请问那个荧幕上面出现的国籍栏 会跟你写中华民国吗 会跟你写Republica China吗 我跟你讲都不会 不会写中华民国 因为全世界没有这个国家 不承认你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你凭什么发行护照 那我那时候去上次高级版 已经起过底了 这个护照 最后scan出来 答案已经出来了 它借用的account是在 小小的 从比赛大的国家所发行的 你要借用人家的account 才能去发生这个护照 你自己中华民国 根本没有能去印这个 你印了也没有人会跟你承认 所以你要借用人家的account 去印你的假护照 那什么是护照 你告诉我 那到底谁是诈骗集团 不是更清楚吗 讲到这个 身份证的问题 身份证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 就是这些检调单位铺天盖地 在跟你调查的过程当中 有几件事情 他怎么都不敢去问 我们有些同情还鼓励 他说 你怎么不问问看 这个控美案 控美案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中华民国现在 在美国的法院里是被告 他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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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告是什么 我们当初前面一案是说 我们台湾人本地 就不是你中华民国人 你是凭什么改变我们的国籍 发我们身份证 你是根据哪一条法律 中华民国宪法至今 没有包括台湾 你是以代理占领者的身份 我们来到台湾 凭什么把台湾人的国籍都换掉 当初我们被告是这个 结果到法院 一诉讼的结果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那时候说是 陈怡在台湾行政命令的里面 把台湾人从今以后 全部恢复成中华民国国籍 恢复 抱歉 我们在当日本人的时候 中华民国还没有成立 怎么够恢复法 对不对 更何况他是用行政命令 结果美国就发现说 他这个行政命令 是在这边执行 可是下命令的是谁 南京政府 你要不要想想看 南京政府下命令 叫成以改变台湾人的国籍 请问这会有效吗 也就是说有一个国家 可以用他们国家的行政命令 去改变另外一个国家人的国籍吗 有吗 可以这样子吗 像中 所谓的南京政府下一个命令 把美国国籍给取消掉 可以这样吗 不可能嘛 这不是在你的管辖范围里面 那表示什么 台湾人当时的大日本帝国的身份 仍然存在 他是按照占领者的身份 给你发叫做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是可以的啦 但是不是公民喔 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 要公民才可以投票 你台湾人拿个国民身份证 为什么可以去投票 是不是 所以所有过去的选举 都是非法的嘛 按照中华民国的法律来讲 是不是都非法的 是啊 你拿国民身份证 为什么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利呢 你现在还补救还来得及啊 就马上把所有台湾人的国民身份证 换成公民身份证 你去看看看看 换换看嘛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啊 怎么不去做呢 他做不了啦 我跟你说 中华民国做不下去啦 也不敢做啦 也不敢真的把台湾人 改成中华民国公民 改不了啦 他人在玩文字游戏 他顶多叫Nationals 发给我们的护照叫做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 这不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美国讲得很清楚啊 这是我证定的地方啊 你凭什么自己宣称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那没材料讲讲话呢 过去台湾人是怎么回事 去洗脑啊 洗得很贴地啊 我们本来是日本人耶 为什么你现在讲的语言是中文呢 为什么是北京技呢 你接受到的历史教育 为什么是中国人那一套呢 我们整个人被人家洗掉了耶 这我跟你讲 这都违反战争法 我待会再讲这比较复杂的事情 按照我们的正式身份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如果是大日本帝国的人 请问你现在的日本人 要不要去学中文 你喜欢可以啦 自己去找个补习班去学啦 但是官方的语 当然是日文啊 美国人的官方语 会是日文吗 这不是很好笑吗 是不是 你是哪一国人先搞清楚自己是谁 我们就按照我们该有的身份讲该有的话 对不对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反而你去讲中文是很奇怪的事嘛 是不是 你说我们是日本臣民很丢脸 错了 你跟我讲我是中国人才是很羞辱我们的话 我们怎么是 我哪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大日本帝国的人 不是现在的日本国 上过我们课程都知道 现在日本国是美国改变他的大日本的宪法 帮他成立了新的国家 叫新日本国新宪法 我们是以前大日本帝国在台湾实行的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行在台湾的那个宪法 为什么还存在 因为并没有被取消掉 没有正式的宣布说 在台湾实行这个法律被取消掉 我们身份并没有被取消 并不会因为中华民国 如果从南京政府下一道命令 他人就被辩了 不会啊 所以那时候在法院的时候 他们的辩论的内容也说 我们给他换他也没有抗议啊 是不是很好笑 大日本人真的有没有抗议吗 有啊 一抗议的人就被杀了 吓到都不敢讲话 怎么个抗议法 是不是 我们的精英二二八都被杀光了 聚的跟厚的罢子都被抬掉 怎么个抗议 你要不要追溯历史的当下呢 所以工具安委都不负责任了嘛 我们就把历史重新塑回当时的台湾人 是刚才有这样的情况 战败 怕得要死 不知道来贬任的责任 对你怎么样 对不 那准日本人 沃厚人都去跳海自杀了啊 因为害怕嘛 所以任何人能够让台湾人 生存下来的机会 他就想抓住啊 插出去 可以帮来就好了 过去台湾人经历很多很痛苦的 可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 台湾人就要脱起来了 不能还在以这个被害者的身份 跟思想在思考了嘛 那怎么让这样子被害者的思想改变过来 就要透过法律 你现在身份 民政府这种法律 给台湾人有自信耶 第一次喔 台湾人过去都没自信嘛 在各种方面被打压嘛 连续剧里面 台湾人都做那些可怜的角色嘛 较没水準嘛 给我们买什么台客嘛 给你羞辱嘛 这种是文化上的强暴耶 台湾人很可怜耶 但是现在法律给你抓了 第一次中国人怕就 欸 奇怪 我冲来你民政府 是怎么可以用你抓的制服 我们是按照法律 我们不使用暴力 但是一旦你违法的时候 就按照法律下面去执行嘛 我们不是在诉求情感 我们在执行法律啊 执行美国军政府给我们的命令啊 在这边上课啊 教台湾人什么是台湾人真正的身份啊 一步一步把你从过去那种 违反战争法的教育 违反教育的体系 违反教育 欸 说到体系 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五院 也不应该有总统耶 算什么总统 台湾这块土地 怎么会跑出个总统 被占领地区 怎么会跑出个总统出来 是不是 什么来自台湾的总统 很好笑耶 你叫中华台北啦 中国台北啦 流亡政府在台北啦 讲到这个 来 回到我们官网 在这个调查局不断地在约谈当中 除了扣美案他不敢讲 说真的中华民国现在被控告 那谁控告呢 台湾人去搞中华民国 说你都做了违反战争法的事情 你改变我们的国籍 那个无效 无效结果是什么 你就台湾人真正身份就浮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 然后现在上诉到最高法院 如果是假的不可能 美国的法院系统 不会让你再往上到最高法院的 那我们就等结果 时间会出现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他也不敢讲的是什么东西 G7 我们童馨的时候 听到我们讲G7好喜欢 看到那个调查员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现在G7 他说没听过 他说一个国家好笑 那喔 你花一些钱就可以回家了 不然你开开看 你中华民国不是很喜欢 在国际上有能监督吗 花个钱去买买买看嘛 说就是这个 来 我们先 这本 就是这一本 来 上次我们都在媒体上看到 这样 专刊 G7专刊 这本 这本 这不是我们自己去copy的 精美版的 这个是个 这个这么清楚的 来给你们翻翻看 来 这是上面这个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台湾游戏 就在G7的专刊 我跟你讲 我这本在上个礼拜 一个礼拜里面给不少人看过 其中包括 在台湾的美国人 一些大企业的老板 他们翻了这本以后 他看了一下 他吓一跳 他说 你哪有日本 反而是台湾人搞不清楚 这里什么杂志 外国人就很清楚 第一个 他知道G7是什么 第二个 G7里面的专刊 怎么会在你手上出现呢 他第一个问说 那你一定是谁 你一定是有头有眼的人物 我说没有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的知识 主要干部 都有这一本 这个已经在手上 给你们看到了 骗不了人 这不可能我们自己印的 这是原版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内容 因为现在网路上 看不是很清楚 来我们来看看 G7的内容 请往上 来七大 因为这是新的一般 还是要讲清楚 G7是什么国家 就是七大工业国 那是中文翻译 可是工业国太小看这七个国家 工业国是什么 Industrial nation 不光是这个 他应该讲说 世界上七个先进国 那先进国的标准是什么 是按照IMF 很多的标准指数 告诉人家说 这是世界上收入最高 人民素质最高 各方面条件 人权 各方面 自由市场贸易的程度 最标准最高的国家 就是这七个国家 哪七个国家呢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就是几个国家而已 还有什么欧盟的几个国家 这个叫七大先进国 首脑会议 专刊 不是杂志 就出这么一期 也没有什么 你到杂志摊上 就可以买得到的 不是的 只有这七个工业国 跟世界的领袖 或者各国的外交人员 拿到手的 在中华民国 敢拿到这本 你的蔡英文中 可不可以拿到这本 人家会给你吗 不会啊 那这个还不够清楚吗 来 再往下看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这个一出来 登陆出来 整个中华民国 中国那边的国安会议 马上要开 为什么呢 来 我们先看这个 这里面 光看它的catalog的部分 也就够你吓人了 因为它里面每个字 都加上一个东西 叫global global就是全球 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 探讨所有的议题 都是全球议题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杂志 里面探讨的议题是全球性 你如果一个阿里布达的小国家 说要讨论全球议题 是不是笑话 真的是笑话 你是什么东西 你要讨论全球议题 要能够掌控全球的国家 才能讨论全球议题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一个高中里面写 我们全国事务 那不是很好笑 高中生写这种杂志 很好笑文章都不对 一样嘛 小国也没有这样 只有G7国家 所以说全部是global economy global finance global policy 全部都是global global完了以后 就介绍七大 那我们就看到那个 这边 就是台湾 needs govern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它这边把它放大 变成这个 82页的时候 叫做台湾人的政府 这个东西出来不得了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七大工业国 每一年 他们开会的时候讨论 就成为接下去一两年 到下次开会之间 全球各大组织 国家要遵守的 包括联合国在内 会follow这个议题 把它做下去 把它完成 那等于是世界的决定性的国家 那这样在他的专刊里面 他所探讨的议题 接下去大家都会遵守去执行 这是过去台湾人 想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事情 这边居然用了一个title 叫做台湾人的政府 叫台湾人的政府 这有意思 台湾人的政府是指谁 我跟你说 这个一宣布的时候 我们那个图片上面也写得很清楚 有一个张照片 他讲台湾人的政府的时候 结果里面附的照片是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照片 对不对 他如果不去付现在的 来 你们去看 那个可不可以翻到下一页 有我们秘书长照片的那一页 讲到台湾人政府的时候 怎么会跑这个 台湾人民政府 当这个专刊在讨论 什么是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台湾人的政府的时候 出现了居然台湾民政府 这个还不够清楚吗 这个图片的意思就告诉你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不对 对啊 全世界只有一个台湾 唯一合法代表台湾人的政府 就是这个 台湾民政府政府 已经很清楚的展现出来了 那在这两个合法政府中间 还冒出一个奇奇怪怪的单位 叫什么 中国台北 对嘛 就是台湾人人 要拿四名去参计的结果 那个政府 最近蔡英文自己不讲吗 我们的名字叫中华台北啊 其实以前选他的人 起到那四嘛 怎么努力的老半天 你自己给我认同中华台北 就是中华台北啊 最近不是还参加WHA 的观察员的组织吗 人家给你邀请函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啊 就是中国台北啊 你说你不是 不是你不要去嘛 那你去表示什么 你就承认你就是邀请函上面 讲的中国台北嘛 那你就是中华台北啊 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你就是那个角色 所以你去嘛 所以台湾人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现在这个政府叫做中国台北啊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 他只是化身 他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可以来管台湾这个地方的事务呢 因为他另外的名字叫做 台湾治理当局 是在美国TRA 台湾Relation Act底下的 台湾治理当局 他的权利是这个 要不然他以中华台北的名誉 并没有权利去管台湾喔 他是用台湾治理当局的名义 来管台湾这边的事务 那如果只是前一次是台北的话 如果只是台湾治理当局 怎么会有国防部呢 那不应该有嘛 那怎么会有国税局呢 你凭什么抽中华民国的税啊 中华民国的税怎么会出在台湾呢 怎么会出在占领地呢 一切都不符合逻辑嘛 怎么会有国防部呢 你怎么可以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名义 或者用台湾治理当局的名义 对被占领地的百姓台湾人增兵呢 你一根鬼搭一条 你根本语法无据嘛 就是因为与法无据 所以他赶快的在几年前 赶快把军法给撤除掉嘛 有没有 把中华民国军法裁撤掉啦 没有军法官没有军法局 也没有军事法庭啊 都没有啦 如果没有军法那表示什么 就是没有军人啊 是不是 没有军人耶 那现在的人穿军服在干嘛 我跟你讲他们在穿戏服 演戏给你台湾难看的啦 他不可以穿军服啊 美国对于恐怖组织的几个定义嘛 就是不是个国家 可是拥有武器 不是国家可是对当地人民增兵 这就是恐怖分子的定义啊 中华民国过去的这个团体 这个军方的单位 在这里符合恐怖组织的定义呢 拥有武器啊 乱射飛弹啊 对不对 不知道射给谁啊 对不对 结果那时候很好笑 中国那个某某人姓张的先生 就在讲说 欸 很奇怪呢 台湾发射飛弹 第一个通报的发射出去 对着我们中国大陆打 第一个报告的对象 居然是别人 欸 他用别人这个字很好笑 别人 这个通常讲别人啊 我们啊 别人 这通常都是一些 蛤 有点塞呐的话 怪怪别人 怎么会跟别人讲呢 那我就说 人家就是喜欢嘛 对不对 你下一句话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要跟人家报话 对不对 你讲别人很好笑 一个官方的嘴巴里面 跑出别人这个字很好笑 因为他一直不愿意讲 美方啦 就是美国啦 台湾发射飞弹以后 第一个糟糕了 要报告对象谁 当然是美国啊 难不成还跟你这个 人家 你是中国这一家在讲嘛 又不跟你同一家嘛 所以这很好笑 透过这些政治上的语言 你就透露很多 台湾人看不懂的讯息嘛 这个很白的嘛 第一个报告对象 一定是跟你要负责的对象报告嘛 台湾这块土地 就是美国在军事占领的地方 你当然跟他报告啊 最近不是说 在太平岛的两艘军军 又拿回台湾吗 这很明显嘛 结果国防部长说 这台风关的关系 台风哪有吹到太平岛去啦 拜托的 你今天走回来要做什么 他就找个理由 其实南海不是你可以动的啦 你飞弹都给你射出去 当然你这个船也要给你收回来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在 什么时候会吐谁 给我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都是很多啦 其实这个讲不完 你知道吗 当一个诈骗集团 开始被掀抵的时候 那可以掀的地方是太多了啦 你任何的消息 你们现在懂了嘛 上了高级班 你就开始会看这些新闻嘛 他要作假已经做不来了 他只能转移目标 转移方向 把这个议题限制在他的范围里面 因为离开他的限制范围以外 就拔空了 整个中华民国就散了啊 对不对 听了有人继续听了 听了没有继续在这系统里面 但是迟早啦 我跟你说 没得跟你在台湾人鼓掌 时间到事情一掀开来 结果就出来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跟你说 等到事情掀开来 再来台湾民进会的人 到现在就来 那是不一样意思的喔 完全不一样意思喔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来上这个班 真的是 上辈子的福气耶 而且表示你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有清晰的逻辑思考能力 才会来这边上课呢 当台湾民政务真的宣布 战争开始 台湾民政务出现的时候 你再来喔 那个我们就重新评估你了 对不对 就不是这种态度 不是同心了啦 应该是同利 利益的利嘛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知道 这情况改变了嘛 快来 世贵我大病嘛 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近前跟你说好说待 讲的老半天 就是希望 真正有心 真正为台湾人被打破 真正希望台湾真正身份 跑出来的人 就自然会来到这里上课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因为以后就是当统治者 你才有资格去通敌台湾人啦 如果连法理都搞不清楚的人 凭什么去治理台湾人 凭什么 你会把台湾人搶去什么地方 所以我现在就讲嘛 以你现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 这个系统 会把台湾人带到哪里去呢 带到中国去啊 因为他叫中华台北啊 对啊 他都要宣誓就职 宣什么是中华民国宪法 那他当然不能违反他的誓言 所以最后一定是到中国去嘛 就是要把台湾人搶到中国了 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可以宣称 南海是他的 就是在这个道理上面 你知道吗 在更早以前 所有中华民国在世界各国的大使馆 在中美断交之后一一断交 所有大使馆都被谁接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嘛 那你就是继承人啊 所有从联合国席次被踢出去以后 中华民国已经不能代表 没有错中华民国那个席位还在那边 可是不是你现在台湾这群人可以去代理的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你取代了嘛 所以中华民国并没有离开联合国 是你蒋介石的代表被踢出来 你已经不能代表中华民国了 是这样子耶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国 真正玩两个中国的牌是谁 我跟讲是中国在玩的 你不要以为美国在玩两手策略 中国也在玩两手策略啊 为什么 现在的中华民国唯一他还可以宣称 擁有的领土是哪里 金门马祖而已啊 只有金门马祖而已啊 那以中国的实力 要把金门马祖吃下来有什么困难吗 最近不是有一些名嘴在那边吵说 蔡英文你上任之后 为什么不到金门马祖去视察 他不敢啊 视察什么啊 我跟你讲啊 那时候823炮战的时候 不是打金门马祖吗 后来突然停掉耶 不是说中国后心耶 他哪怕每一年再来打一次嘛 打到你受不了 你自然就金门马祖就还给他嘛 中国那时候想不对耶 因为中华民国真的灭掉的话 我还真的得不到台湾耶 他就想让中华民国继续活着 然后他政府在台湾 要继续宣称 所以他现在宣称的南海的 这块地的几段线 是根据中华民国所宣称的 所以美国最后邀请 你当总统以后 把你认为有这几段线的 法理证据拿出来嘛 你凭什么宣称嘛 你拿出来嘛 你要讲这句话有道理的啊 拿不出来啦 我先跟你讲 拿不出来的 拿不出来的话 这整套是怎么样 整个他的期待 中国的期待就要落空了 落空之后 你认为他还会让中华民国 继续存在吗 这是我们的假设嘛 如果是中国的话 赶快金门马祖就 吃下来了嘛 你中华民国就自动就 out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他们出来了 这个 这只是推论 不是真实的情况 但是他们会怎么玩 大国之间会怎么玩 我不知道 那美国是将计就计 你既然要玩这一套 我就随着你一起玩 玩到后来你真的把它当真 把南海真的要宣布你的 这什么 航空识别区的时候 美国说 欸 本钱还是你要来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美国就叫菲律宾 把这个案子提出来 不要讲美国 不是 菲律宾就把这 刚好跟菲律宾的这个关系 有起了冲突 利益 东南亚这些国家 都有利益相关 刚好菲律宾就把这个案子提出来 美国也将计就计 他顺水推出 就把整个南海 迟早要解决问题 到底这个主权是谁的 可是美国站出来讲 我们这一次都不讨论主权的问题 我们只讨论有关于占领这个部分 就是说到底这是岛还是礁 其实讲到主权 才是真正能够把南海这个问题 解决的方式 那我不晓得法院会怎么判决 海牙这个法院会怎么判决 我不知道 但是讲到主权就很有趣了 主权这个议题 不是美国可以说我不讨论就不讨论 真的喔 为什么 最近从英国脱欧对不对 这是个大议题 英国脱欧跟我们台湾发生事 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讲关系大了 英国为什么要脱欧 为什么那个可以过关 英国女皇在还没有脱欧的公投之前 她讲了一句话 她跟旁边的人 跟她一起吃饭的一些领袖讲了一句话 她说你告诉我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我们英国大英帝国为什么要留在欧盟 找不出理由嘛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前身是什么 欧盟以他的权利喔 欧盟我跟你讲喔 是所有欧洲国家连在一起 可是这里面 英国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 从来就不觉得是欧洲人 英国说我是英国 对啊 我从来就没有啊 在financial也没有 我的其他方面也没有啊 我跟你讲 以欧盟的 你如果加入欧盟 欧盟可以要求你一件事情 这已经影响到各国的主权的事情 什么呢 当难民 叙利亚难民进来的时候 我就配额给你 你们国家这么多人口 我分你五万人 你分十万 你要给我收五十万人 诶 分配难民啊 很多国家就拒绝啊 诶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你可以 汹汹把难民堆到我们国家来 五万十万一百万不得了 你知道 回教徒一个人可以生十个 你可以带很多母子 也就是说短时间 他的十万人可以变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会变一千万人 这就是瑞典最近发生的事情 瑞典现在斯德哥尔摩 他的人口比例已经变了 你到瑞典去看 看不到金法蓝眼的美女的 你看到一大堆是蒙眼睛的中东人 为什么 他们寻求政治庇护 所以全部到瑞典去了 瑞典现在大部分是外国人 然后瑞典人自己生育率又很低 然后中东人又生育率很多 很快整个街上你看到都是回教徒了 怎么办 以后没有瑞典这个国家了 是 就变中 你拿掉中东还是拿到欧洲 很好笑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情 我跟你讲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可是你加入欧盟 形同是把你国家的主权让堵出去 因为你一旦加入这个欧盟 你要好处对不对 它要好处吸引你 我们成为一个大市场 我们有不同的标准 可是真正在背后掌控 就一群Community的人 我跟你讲 我在我的PowerPoint里面 其实待会会讲 这里面你加入欧盟的时候 相对你要Give away 给出去很多的你的国家主权 所以英国当然不愿意 英国说我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一次世界大战 在当英国女皇 接任英国女皇的时候 她还是日不落帝国 全世界最大的帝国是英国 曾几何时 为什么沦落到现在 还被欧盟这样子 死换来死换去 英国受不了 所以讲到这个 就讲到主权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 欧盟的问题 没那么容易解决 接下去就是 意大利也要做公投了 意大利是另外一个喂爆弹 所以主权这个东西 英国是这样 你就知道什么叫主权 主权就回到亚洲来 到底南海这些岛 到底是谁的 它是无人的岛吗 是谁占的就是谁的吗 不是的 所有这些岛都是过去 在大日本帝国里面 所拥有的岛屿 过去这些南海很多岛 是高雄洲 大日本帝国划归高雄洲 是大日本帝国领土 有的人讲说 不是啊 那时候是 日本占领 不是的 我跟你讲 一开始 日本也对美国宣称说 这些岛屿 现在归入我们高雄洲 结果这些国家也回封信说 你还没有按照正常程序 得到这块土地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你还没有实施宪法 把台湾归纳成大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他跟这些外交官员讲的时候 跟美国通知的时候 美国说 你手续没有办完 那个手续是什么 就是1945年4月1号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这个手续 从这个动作一做下去以后 真的 从那个当下开始 所有高雄洲里面所有的岛屿 就在南海的岛屿 都归属于大日本帝国 就这么清楚啊 就是我们学了法理 上过这个课的人 就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上法理 就这样子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法理的事情 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我跟你讲 南海议题永远是在争吵当中 吵不完的啦 战争也继续打下去啦 但是至于政治人物希望打仗 还是希望把事情厘清 不一定 你现在弄错了 有的人喜欢打仗啊 打仗很好啊 对啊 战争可以赚全 你不要想那么天真 那么单纯好不好 政治 是把事情模糊 法律是把事情厘清 可是至于什么时候厘清 什么时候模糊 端看政治人物的玩法 对不对 搞不好这里面得到最大的利益是谁 不知道啊 按照我命上的讲法说 战争一下 所有中国欠美国的钱一笔勾销 那值多少钱啊 那为什么要澄清呢 那暂时不要澄清嘛 搞得大家一起来嘛 一起来完之后再来澄清嘛 等打了一架以后再来澄清嘛 也可以啊 是不是 谁说一定要现在澄清 不一定嘛 对不对 只是你在备案嘛 就好像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跟你澄清呢 不用啊 我只跟你讲台湾民政府 就是按照法律设立的单位 美国军事务 老早就准备好在这边 淡掉了啦 我们这边上课也不管台湾人多少 你这 我跟你讲最近有一个学生 我跟他上课 我跟他讲法理之后 他说 最后他还给我一封简讯 他说 大山老师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不认同 他说 不认同喔 我就回答简讯 我说你不认同 请问你的观点是什么 他又说不出 当你不认同我的观点的时候 你要讲出你的观点 讲个道理嘛 我们现在 大家年轻人讲道理 你讲不出道理 就输掉了 你只是不认同 那只表示情绪性上的反应 那为什么会有情绪性上的反应 因为他过去的教育 给他洗脑洗到他 没办法接受 很好 脑袋转不过来 脑袋转不过来 脑袋转不过来就是什么 就讲气话 就这样子 就跟我那天 记者访问我的时候 高雄那边有一个记者 打电话跟我说 我说中华民国是被告 你有没有讲错 是中华民国被告 还是台湾民这种被告 我说小姐 是中华民国被告 他说哪有 你证明给我看 我说有暗号呢 他说你马上跟我讲暗号是什么 他说你现在就应该知道 我说小姐 我可能要去查一下 因为暗号比较长 哪有 你应该随时准备好 也就是说接下去 他的反应就是情绪性的反应 他不能接受 一开始当下跟他讲这个 我说小姐 官网上都有 在网络里面去查 我给你暗号 暗名 谁告谁 律师是谁 包括诉讼的内容 全部都是公开的 你当记者要做点功课 不能这么情绪反应 对不对 当然啦 你觉得中华民国 到现在为止 有几个是 所以我在这里在这里 全部喔 英文也不好 我讲个 讲到这个更好笑 我讲说G7 他说 这是桃园那边一个记者 我说G7 他说 G7 飞机 什么G7 飞机什么啊 什么飞机啊 你看 把G7讲成飞机 这种记者 你也输他输得点点嘛 对不对 这个我都没有乱讲了 这都可以经过证实 我只是觉得有点好笑而已 来 回到这个 你可以点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他一页一页翻 这个感觉更直接 就是我们这个杂志 点进去我们看一页一页 来 因为这是上课嘛 上课的话就给大家看 来 这个是我介绍我们的官网 Self Determ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然后它的前一页是什么 前两页是这个 Profile of G7 在这前一页 对这个 你看 Profile就是介绍这些七大工业国的领袖 有个安倍 对不对 加拿大总理 对不对 然后下一页 我们右边那一页 对 意大利总理 英国首相 现在要辞职 然后这个是法国总理 德国总理梅克尔 这个是欧巴马总统 这两个是谁 是欧盟的 一个是Council President 又是Commission President 就只有七大工业的领袖 他们一翻到这个专刊 一定很想看自己 人家怎么介绍他们 看完以后再翻下一页 来 我们翻一下 再翻下一页 你就往右翻就好 怎么就这个 就介绍台湾 再下一页 就介绍我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这个名字一出来 我跟你讲 七大工业国清清楚楚 那是台湾人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些七大工业国 这些都是强国 以前都跟人家打仗过 也知道什么叫做占领地区 要做什么事 战争法这些国家领袖 都很清楚 一讲到Civil Government 就是被占领地 那台湾Civil Government 跑出来就是 台湾已经 它被占领地的地位 已经浮现出来了 台湾民政府的身份 也跑出来了 代表人的照片 也跑出来了 那时候 很多情侍单位 就说把这个人干掉 这台湾民政府 就没有了 笑死人了 台湾民政府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是针对那些情侍单位 你没办法消灭的 今天就算台湾民政府 因为你把我们的成员 跑掉一些 我跟你讲也没差 你知道吗 台湾民政府跟人数无关 跟人数无关 我跟你说的白点 就是剩下六千人 六百人 也是台湾民政府 对啊 这就是有这个组织 就在这个地方 不是你们 如果是在台湾 中华民国体系里面 哦 人多 把他翻到旁边 那些组织就倒掉了 买啦 就算你对付 这个林志生林博士 也没有用啊 我们的组织最大的什么 是主席耶 主席在日本耶 你应该到日本去找他啊 对不对 那我们的办公室 在美国华圈DC 你应该去我们办公室 把它摧毁掉啊 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 光对付我们在这边 上课的单位是没有用的嘛 你冲进我们教室做什么呢 还被我们的黑熊部队给制服 那不是 何必来这样子呢 你要选对对象 选对单位 用对方法 你还真的要消灭民政府 要这样子啊 我说你们是在什么 在台湾关系法底下 台湾治理当局底下的 中华民国流氧政府 号称啊 他做一个假的 你既然是这个身份 你要去改变 美国军政府底下的台湾民政府 由不得你 你要上位阶上方上面 请愿 跟美国国会请愿 然后再下来 是这个系统 做不来的啦 也做不到的啦 来 回到我的那个 PowerPoint 在这之前 我们也在跟你讲一件事情 来看我们的那个 下半年度行程表 我们下半年度的行程表 我跟你讲 台湾民政府 要做每件事情 全部是公开的 我们发身份证公开 发护照 发旅行证件公开 发车牌公开 上课公开 全部全程录影 谁上来你去看 谁来上课 我们都有官方都出来 我们都要跟美国 报备的 哪些人来上课 他们的身份 身家背景 我在讲 来上课请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身家背景 一定会被调查的 不是被中华民国调查 是被美方调查 我们现在要特别注意 你们有没有恐怖分子 在我们那边窝场 你们一定会接受调查 你放心好了 既然要当任这个身份 就要有心理准备 美国的国土安全局 一定会针对你们每一个人 因为以后我们也会 四处去开会 我们去日本天皇那边 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也会在天皇的天长节里面去 跟天皇谈旧比 就是他的生日 去庆贺 我们也会到美国DC去开会 像我们之前在华盾DC 你有去是不是 所以家人会直到这边去 什么家人 跟家人无关 我现在在讲官方的主要 然后到DC的话 你也可以到那边去开会 像我们在华盾DC记者会 进到美国重要的政府单位 像接下去 这就是我要讲的 下半年度 台湾民政府国际发展的行程 我们会到哪里 我们会到DC 我们会办大型宴会 会请世界各国的主要的 政府官员 外交人员 代表 外交官 大使 到我们的晚宴来吃饭 这是过去中华民国体系 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没有那些事情 你猜有人坐个飞机 跑到巴拿马去参加 过去美国的时候 是谁去看你 不是重要人物 投手去看看你 那怎么样 so what 不会official 正式官员跟 议员不算 我说正式的美国官员 要跟你见面 没有那些事情 一定是钱什么东西 但是台湾民政府 现在要执行的事情 我们是一个政府 正式的 合法的 组织 这些国家 就会我们 以正式的方式 接触 那过去呢 表示什么 非正式的 它不可能跟你正式 我先跟你讲 不会正式的跟你 所谓的中华民国体系的人 接触 因为什么 它要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 它全世界只承认一个中华民国 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会承认中华民国 如果美国正式的跟中华民国 身份接触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对会抗议的 你有没有违反你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 我可以说 不会去违反这个东西 所以放心好了 不会跟你中华民国体系的 任何官员接触 你想在美国升旗 马上打枪 叫你把旗给降下来 去年1月1号发生的事情 省旅行去升旗 马上国务员出来否认 凭什么你在这边升旗 谁准你 降下来 对不对 好 接下去这是我们下半年 我们要发展的行程 来 你看看 7月1号 8月1号 9月1号 Begin follow up in earnest 10月1号 11月30号 你看 在October 1st 往上拉一点点 holding introductory meeting establish meeting calendar for the TCC delegation to attend holding the meeting and hold elegant dinner elegant就是很棒的晚餐 晚宴或者lunch for representatives of all G7 nations 所有 G7的国家 ok at this event 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 would present the background on TCG and its mission and hold a round table conversation on the future of Taiwan we will need to determine the right accommodation of meeting here to accommodate your needs 就是点点点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来 回到我们的PowerPoint 我的PowerPoint It's time for revealing 讲到这个 我要讲一件事情 这是比较轻松的议题 我本来在 应该下一堂课我讲 不过今天稍微提到一点 文化 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在跟台湾人 讲这些法理的时候 大家怎么会听到 除了我们被 这个错误的教育长大之外 不断被洗脑 无法接受 在系统以外所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下课再谈好不好 我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在对网路上 在公开发表 所以没有对话 What is culture 我先讲一个字 什么叫文化 文化最早期这个字 叫做 是跟agriculture有关 agriculture就是跟地上的生产物有关 那地会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culture就是cultivate 就是去把它耕耘 不会说地生什么东西 我就吃什么 我们会去把它配种 长出比较好吃的环杯 还是好吃的potato 那叫做cultivate 就是你要另外去耕耘它 去配种 那叫gardening 就是你要会做园艺 这个地球本来就是很raw 就是很大啦啦的 很赤裸裸的给你 但是人类用过它的智慧 有它的脑力 重新去种植这些食物 让它长出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好吃 比较好看 比较美味 对不对 那根据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好的 我觉得漂亮的 我觉得对的东西 这样的标准来决定 我怎么种东西 对不对 好啦 那接下去到17世纪以后 这个cultivate cultivate 耕耘这件事情 就开始expand 增加它的意义了 增加它的什么程度 到文化层次 到教育 到音乐 到各方面都叫做culture 所以最后这个字 就跑出来叫文化 所以它original 它原来意思 是在讲农业方面的 就大自然的 给我们这些很基本的元素 我们把它重新排列组合 产生出伟大的东西 好的东西 美的东西 那像文化也是一样 文化是人不同的元素 那我们经过排列组合 再把它创造出 对于我们 这个特别的group 我现在在讲 我现在增加定义 对于这个特定的族群 比如说 我是在非洲的一个小部落 那我对这个部落 就要产生文化 这文化是什么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黑的 什么是白的 什么是漂亮的 是不是 这个部落自己要去定义 所以非洲人觉得美的 你亚洲人不一定同意 现在知道吗 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 长大人对是非对洲 观点不同 比如说在印度的国家里面 他们觉得 一切都是虚空 为什么要去赚钱呢 对不 因为他们相信佛教 相信轮回之后 就不想努力了 而且下一辈子再说吧 那他就不是很积极在过生活 天气又热 这样的宗教很符合他们的本性 尽管宗教哪传到亚洲其他国家 那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些国家 就会修正他所谓的佛教 变成当地所适用的佛教跑出来 到日本变成禅 变成一个meditation 让东西更精致化的一种宗教跑出来 有小圣有大圣 这是宗教发展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你到任何一个团体组织以后 去按照当地的人觉得好的觉得对的 去改变他 你知道吗 比如回教国家音乐是不好的 他不准你随便放奇怪的音乐 对不对 对性的看法也跟其他文化不同 有些国家认为性是好的 健康的 北欧国家都很开放的 对不对 只要我可以 我喜欢大家都可以 没有这回事 但到亚洲国家非常的严格 你如果出轨 马上就是犯罪去抓去关的 对不对 那中东国家 这抓出来是死刑的 鞭刑 去世 那个还可怕 中东回教更严格 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国家 他们产生的文化就不一样 现在问题来了 台湾人你现在经历的文化是什么 很奇怪喔 你现在讲的是中文喔 讲客话 讲客话 这是不是台湾人的文化 不是耶 你想说去拜拜 这是台湾人的文化 不是耶 台湾人过去 我们的高砂族 拼不拼不拼 在台湾 上过我出去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祖先 在这个土地生了四万年 四万年来 我们已经产生很多 属于 FOMOSA这块土地的文化耶 跟你现在所经历的 都不一样耶 不对的 你现在的文化是 大清帝国 把台湾人通敌了 产生的文化 小兄弟 拜拜 这哪是台湾人的文化 不是啦 你知道吗 这不是台湾人的文化 你不要以为 什么雅琪 雅琪哪是台湾人的文化 台湾人有夜市文化 不是啦 请你把文化这个定义 提升好 那为什么这是很奇怪的 所谓的 从 支那来的文化 变成我们的文化 因为它夹带着政治的力量 硬强迫 放在台湾人身上 在以前大清统治的时候 国不中 我们的资源各方面 我们是落后 我们是部落形式 让它起床 没办法 它过 我那时候讲的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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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水 贪污 它竟然就改变成 语言 姓氏 宗教 把台湾这个土地 不用打架的 不用打仗的方式 就把台湾人给吃下来了 这是大清帝国以前用的手段 直到日本 大日本帝国来了之后 又把这些 所有的知那文化去掉了 变成帝国的文化 短时间台湾人的数字 就一下被拉到很高 跟大日本帝国变成帝国 接近了 就没想到现在又变成帝国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中间但有历史上的因缘 大日本帝国赢了 所以这个地方 正是属于大日本帝国的 所以日本 但是按照你自己本人 就像你现在去北海道 是不是日本人的文化 就慢慢形成 虽然也保留原来的 我不是说台湾人本帝的文化 老套就把知那的文化给消灭掉了 像唯一还保存 可能是我们高杀族一些文化还在 可是当初的平补族 讲希拉牙语的这个平补族文化 已经消失了 消失殆尽了 现在的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帝山的文化 你怎么可以继续把这个当作是台湾文化 要跟全世界跟他讲说是台湾文化 不是台湾文化 这哪是台湾文化 难民文化 知那文化 这不是台湾人文化 我们要重建这个文化 重建文化有一个重点 你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情 我们真正的政治身份 决定我们在这个底下 发展我们的文化才是正确的 你既然是大日本帝国的 浮沃谋杀人台湾人 你就要有大日本帝国台湾人的文化产生出来 以前的大国为了要吃你这个岛 土地它拿不走 它就从文化从上面的人改变起 但是抱歉 这个土地不是属于这岛上的居民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改变文化的方向 就是表里要一致 比如说你这个人明明你的身份 是家里的小三生的小孩子 可是你装作好像是老大 那就不对 你的身份不符合 那迟早会被打压 你如果是老大生的 你觉得像小三 那也不对 你懂我意思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要演出 你在这世界上有的角色 不管这角色是高是低 像你是卑女去当做好像国王的老婆一样 人家迟早要把你拉下来的 你没那个嫁 但是什么事情最好做 就是你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做什么事情 是财是所 你知道吗 新楼不用嫁大半了 因为你的不自然也做不来 但是台湾人你也不用结果 你是支那人还是中国人 你做不来 甚至人家还不把你当中国人看 对不对 你努力在讲那卷舌的晶片子 是什么要跟你认同 你去中国说看看 所以最近很好笑嘛 你去看那个 电视上那个call-in节目 那些名嘴有没有 在台湾人里面讲那个北京话 好像KPOP 刚才有一个叫做曹长青的讲员 中国人的以前的官方报纸的编辑 然后台湾人 全部被你修理的死死 所谓的中国人 第二代第三代 在当名嘴 碰到这个真正的 中国北京腔的这个 一修理起来不得了 每个都鸡嘴鞭嘴 我就跟你讲嘛 台湾人怎么鸡 你也永远人家 不会把你当中国人看 你不是嘛 你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最清楚 比你台湾人更清楚 韩国人都知道 台湾人不知 你知道韩国人最近讲的一句话 然后在台湾 人家采访 人家说 你对台湾人看法什么 哦 他们就是会讲中文的日本人 听得懂吗 韩国人看我们这么清楚 就是会讲中文的日本人 你有清楚吗 非常清楚 我们只是会讲中文的日本人 是不是很好笑 这边 所谓的外传人是什么 会讲台湾的中国人 你知道吗 你会讲台语 你不会真的变台湾人啊 很好笑对不对 来 讲到这个cultivate 现在我就讲说 其实我们在耕耘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都在expressing meanings 就是在表达一个意思 当我们在塑造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话要说 说什么话 说这个族群的话 那这个族群的话 现在没有听见 反而听见支那文化的声音 那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你用的语言也被改了 宗教也被改了 信誓也被改了 基本上你没有ground 没有基础来建构你任何文化 and we think this is good the true and the real and the important 根据什么标准 我们认为它是好的 是真实的 是true的 real and the important 是重要的 这样来建构我们的文化 我们在建构文化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标准跑出来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善的 什么是美的 来决定我们怎么选择 接不接受这个东西 成为我们的文化 成不成为 刚才那位先生讲得很好 我们在建构我们的文化的同时 我们先知道自己是谁 他说以后是不是用日文 当然是 因为这符合我们的身份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讲英文 因为符合我们的身份 因为我们被占领地的美军占领 而且英文可以通行全世界 我们需要实用的语言 跟我们认同的语言 至于中文 当作大学选修课就好了 不可以强加在我们小孩子身上 用这个来考试 用这个来背 还用这个来选 什么是优秀学生进那个学校 不是的 文化这个东西 是一种力量 什么力量 解释你外界世界的力量 所以现在所有台湾的所有事情 都被一种力量来解释了 都被这个中国流亡政府来解释 他改变我们很多东西 你看看 他强迫我们 用知那文化来定义 所有看到的一切 马路名也可以改 本来是表参道 上面是 我名字是桥 上去就是我们的神社 他把你改这叫中山北路 再来就是中山桥 上去又是原山饭店 他全部在破坏 破坏台湾的文化 我们以前叫这名字符合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成名的身份 我们叫高沙族 是天皇 示给我们高沙族的名字 这都符合我们的身份 你所有现在看到的 拜拜 庙宇 建筑物 纪念堂 都是盖的 什么中山堂 什么中山堂 以前叫做公会堂 公会堂 是台北市民 台北市民一个人 只要一块盖起来的活动中心 居然在中国支那部队 不用吹飞之力 只是跟你换名字 就变成他盖的 是不是很好笑 以前台湾这个建筑 都是日本人去的 都台湾人去的 怎会轮到中国人 他来这里只有 多分手有出 表理一致 很重要的一个字 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表理一致 台湾人你先找到你自己是谁 接下去我们所有的行为 想法 看法 评断事情的标准 要根据我们的身份 来做这个决定 我现在诉求这个事情 真的是发自内心 跟台湾人说话 这个机会只有一次 你如果没有在把握 我还在那边 在想 在等会 是过我待一遍 太迟了 你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我刚才讲 之后再进来的意义 跟你现在进来 是完全不一样 你以后会 绝对会后悔 当时台湾人几乎 这么清楚的时候 我为什么没有跟上 我们是叫革命先行者 知道 这就在讲到欧盟的事情 然后 我们时间还有一些 台湾民政府 我们今天这堂课 叫做台湾民政府的 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其实透过这堂课 我们告诉台湾人 你不是在追寻一个 毫无目的的另外一个政府 我们在政府是告诉你 台湾人是谁 现在在做什么 以后要往哪里去 重新告诉你 清清楚楚 按照真理事实 法律的事实 逻辑的推理 告诉你 台湾人你到底是什么 人 你过去被人混淆了 我现在帮你讲清楚了 你过去被他这套 错误的教育里面 洗脑 洗得不知道的人 现在你叫 你叫 TCG deal with the past 过去要怎么处理 Who we are Our ethnical identity 就是FOMOSA 我们族群上的认同 就是弗尔摩杀人 现在很多中国人来到台湾 顾问我也是台湾人 但是你可以讲你是台湾人 可是你不是弗尔摩杀人 怎么样都不会是 我那个学生 其实跟我讲最后不认同 我后来知道他的背景 他不是台湾人 但是他装作他是台湾人 我也是台湾人 要听我讲的东西 听完之后他就觉得我不认同 那就知道他的身份了 你若是台湾人 絕对认同的 你会觉得好不容易 我的身份怎么跑出来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是谁 我过去都是假的 我认同不来 很勉强 太尴尬了 叫我向中国人讲话 我受不了 你知道出国以后 人家说你是中国人 我不是 我是台湾人 对不对 你要跟他们区隔 这是发自你内心 你的本性 告诉你你不是中国人 这还用说吗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是台湾人没有错 可是你是哪一国人 这也要搞清楚 族群上面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认同错人 就像那些人 也是台湾人 但是他人的祖先 对中国来的那些人 我也可以讲他是大清的余孽 我可以讲他是 是那人 因为他的脑袋 就是认为他是中国人 就是认为他是中国人 因为他的脑袋 所以他会走进 中国台北的系统里面 他才会讲说 台湾四百年历史 我们是四万年 他是四百年 因为他认同的最终点 是四百年从中国来那群人 他有妈妈 他有爸爸 为什么他选择 往中国来的那群 为什么 他以为中国比较大 所以所有在台湾的宣传都说 中国好强 中国好大 他是强国人 我以当强国人为傲 我以强国人的后代为傲 我生的这段 生的旗 生的有的不的 但是这都是中国人跟你骗的 我拜中国信 不要想看宗教这个东西 宗教虽然我们是世俗 台湾名这种是世俗政府 叫secure government 我们容许宗教自由 可是你的宗教里面 如果涵盖了政治的企图进来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你如果拜这个宗教里面 要去知道中国历史 要把它当作你的祖先来 那这就是我们要 特别要探索进去的问题 你是不是夹带的帝国 中国这个帝国 要来侵略台湾的一个手段 我们搞清楚 你到底企图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这就不是单纯的宗教 中国人很聪明 不用打仗 光用宗教信事 就把你台湾人夹起来 这是最轻松的方法 不用打仗 土地就变塌 因为你们上面的人 都认同他 所以400年历史 李登辉 蔡英文们说 一定知那人的 认同知那文化的人 都这样说 但是我们台湾人不是这样 我跟你说4万年 但是做这个 跟你没关系 我们身上流的血跟你不一样 我们国籍按照法律 第二条就是按照法律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成名 已经嫁人了就是嫁人了 对不对 当初不要嫁人的时候 你还要选择 现在已经嫁人了 没有得选了 你就是嫁给他了 不是离婚 那效忠天皇换取他 对我们的保护 这就形成了一个永远的契约 永远的情况 那个情况状态改变了 你不想当那你就离开 可以不需要在这边 这么痛苦这么勉强 我就跟你讲 在这生活的人 就是这个国籍 就是这种人 再来 把这些人 把这些人 淹出来 你被认出来 诈骗集团被认出来之后 就很难再诈骗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边上课 就是把诈骗集团 做的每一件事情 一一认出来 为什么可以当兵 为什么要把我们去当兵 为什么要买武器 为什么要改变我们语言 为什么要发我们护照 为什么要发我们身份证 你根本没有资格 发我们身份证 一样一样来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把你的身份就定出来 定出来接下去 不是流亡政府 所做的事情 都是非法 对不对 你是流亡政府的身份 才可以做 做的应该都是流亡政府 才能做的事情 超过那个 把你自己当作主权独立国家 就是违法 对不对 因为你不符合你的身份 所以第三样 就是把你是流亡政府 这个身份 抓出来 透过法律 讲得很清楚 流亡政府不可以发护照 没有权力宣布 台湾这边 航空识别区 不是你的能力 那是美国宣布的 我都是讲过 天空也不是你管的 中华民国 没有权力管 中华民国 所谓的台湾上面的天空 不是你管的 连军队部队也不是你可以调动 美国在调动 你真的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 要去发飞弹 你看的嘛 你再发一次看看 我觉得美国会趁着机会 把中华民国所有的部队全部收编 就这么简单 还有 然后TCC DEAR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现在的情况 我们就用告的嘛 法律嘛 当然不相信法律 以至于你以为到美国告这么容易 到美国去告 你没有三两三 没有实际上的证据 你告不成的啦 律师会被抓起来吊销执照 那叫无效的诉讼 你如果告的结果不了了之 那律师要 民主都不忘了 所以美国心送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民事方面 各方面都已经不容易 牵扰到国家 更何况被告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美国总统被告耶 中华民国被告耶 这是完大的 我们这里面用的每一个Term 如果台湾版的话 都会觉得很吓人的大 PERSUATION 就是在这时候 我们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民主 achieve the goal Goal就是让台湾法理地位正常化 那透过什么方法 说服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 不用武力 不用暴力 透过说服的方法 就要让台湾人醒过来 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人要听得懂啊 听不懂我们也没办法 讲到这个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 台湾民政府的临时国歌 代表歌叫什么 出埃及记 对不对 你们知道出埃及记 是什么故事吗 以前以色列人是被埃及人当奴隶 对不对 是不是 当奴隶是什么意思 你们可能不了解 以前埃及人不用做事情 不用赚钱的 奴隶帮他赚钱 他要吃东西奴隶帮他种 所以埃及是属于属于社会的上层阶级 他也不会扫扁兽那些都不做 都是奴隶的事情 所以你要把这群下面社会底层的人 带走几百万人 有妈妈的小孩子 好几代都是当奴隶的 摩西过来说 上帝就好把我们这群人带走 你要让我们走 法老王当然不愿意啊 埃及的法老王 我这国家就是基于你们这些奴隶 在这边过好日子 你们走了 我们自己的人不是要去扫扁兽吗 自己还去种田 那走得来 是这样子 所以埃及下西面 不然有犹太人走 所以才发生十个灾害 你们都看过电影 我们讲看电影 我们不讲圣经 我们讲光看电影 你也知道 十道灾难 最后法老王还派战车部队 要把这些犹太人抓回去 最后他们还是成功了 就脱离了埃及的掌握 他就不再当奴隶 不再当奴隶 他要逃去哪里 埃及的旷野 旷野里面 从他最后目的地是什么 今天的以色列 就是迦南地 他们讲迦南地 就是他应许 上帝要给他们的地方 我要让你进入迦南地 不用再当奴隶了 可是这段路顶多走 再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走完了 不会走那么久 你知道他在里面走多久 走了四十年 四十年 这么一个两个礼拜 行程大概跑四十年 四十年跑到哪里 这一代的人全部死光 这一代的人全部死在旷野 是下一代的人 才进去应许之地的 应许之地就是他 真正当他自己人 我是犹太人 下一代的人才可以进去 上一代的人 包括摩西都进不去 这还得了 这是大事 台湾人不要去重蹈覆车 台湾人赶快醒过来 希望我们在这一代 就看到台湾的应许之地 当然 那个圣经归圣经 这不是我要讲 只是用这样的代表意义 告诉台湾人 你过去 我们是在中国人的奴役之下 当奴隶 每天努力的赚钱吃饭 就是为了缴税给中国人 他在上面吃香喝辣 永远统治你 他决定游戏规则 你台湾人不知道 就哭哭地做 做到几个台 三台 四台 七十年 既然人在那里 好够知道 那一代 那一代的人 现在还在 八九十岁以上的人 都知道 他们还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 见证人还在 所以那一群人都很幸福 我跟他说 现在看到台湾民政府成功 看到G7那时 我跟他说 我认识很多八九岁的 都老毛病 他们看到了 看到台湾人真的 有一天 真的脱离 中国人给你祈福了 过去搞不清楚 把国民党赶走就好了 错了 整个中华民体系还在这上面 真正要解决他的 不是在他系统里面去解决他 要跳出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告是告美国 不是在中华民国告 在中华民国里面 你告什么都没有结果的 因为你在他系统里面 所以阿平也一直说 做不到搞 做不到搞 你是在他系统底下 你怎么去推翻 你是按他的宪法在宣誓 你怎么会推翻中华民国先 不可能 但是我们不一样 台湾民政府是跳到美国的法院 把这一群在台湾统治的 这当局的 后面那个老板提告 你派他来 但是这些人在台湾统治的 帮我们抓去当兵 改为我们的国籍 改为我们的护照 叫我们去买武器 抽水 当兵 还有很多人的死 太可恶了 你还用你们中国的教 教纲 教纲 克纲 感恩台湾你们生脑生三台 这都违反战争法 每一样做到 我再跟你讲 到今天为止 还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对台湾人征兵 或者从事教育行为 或者管制台湾人 用中华民国的名义 你全部违反战争法 以后 战争法庭一定会追溯这个责任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中间还有什么过渡时间 没有这种 你有做就是有做 你是其中一个执行者 你就是那个执行者 我现在不讨论这个 我只跟你刚才已经讲到 我能讲就是讲到这个地方 你因为你在帮助这个系统 在从事对台湾人非法的行为 非法的行为 所以你要很小心 包括你现在 你如果知道这件事的人 要赶快停止 我都是讲过 中华民国这体系 要攻击台湾民政府 攻击这么久了 攻击得来吗 没办法 没办法的原因 你现在知道了 因为我们的上面是美国军政府 美国军政府上面是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上面是美国总统 你动不了的 你如果动不了的时候要怎么办 加入我们 你为什么要继续在为 这个已经要离开的组织 跟团体在那边 賣命什么 你又做不来 你应该赶快杀手 台湾人不是席鬼或挖大朋友 不是眼睛很会想 怎么想到这种 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脑袋在想什么 真的搞不清楚 然后这课又讲这么清楚 你看我的课讲得很清楚 我没有知道 那有的没灰灰的 那是你自己的疼灰灰灰 对不对 我是讲得很清楚的 最后 Solution from without 这之前这两个 包括那个 訴訟 包括这个 都是属于 没有 訴訟是从外界来的 Persuation是对内部的 教育训练 就里外夹工 另外一个来一个认证 叫G7 这认证普通单位还没有资格 只有G7这种 世界的领袖国家 我那时候讲过 一个国家最大是什么 是领袖 领袖说话算话 最后不管什么事情 到最后只有领袖做裁决 一样全世界的领导者是谁 就是这群G7国家是领袖 领袖做决定之后 很多事情就会照着去发生 他们开会决定了 设定游戏规则了 以后经济会怎么发展 温室效应要不要处理 就是G7国家在处理 因为他们才有这个能力去处理 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处理 包括你以为的大国像俄罗斯 被G7提出来 因为他自己没有遵守国际法 他去併吞人家克里米亚 本来是乌克兰的领土 你把它併吞 那表示什么意思 你要在这边破坏 国际法的游戏规则 以后全世界又变成叢林法则 那时候全世界国家又回复到以前 拿破仑之前打仗 打仗 一个国家打另外一个 就把它吃下来吃来吃去 那乱七八糟 就跟中国这次一样 中国说海牙法庭宣布之前 他就说这次不是一张废纸 你要这样算 那表示什么 他不承认现在在世界上所执行的 国家法庭宣布 他要挑战这个 当中国在讲他要挑战这个的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听得懂吗 你们可能听不懂 他意思就是说 我这国家大了 大到一个程度 我要 我不受你们这些国际法的规范 我要开始执行我这国家的 sovereignty sovereignty叫什么 主权 这个字有跑出来 什么叫主权 主权就是一个人 对他自己的身体 有绝对的主权 我把右手出去 右手左手出去 我要走来吃 我要吃饭 那我决定的 那叫做主权 你对你这个人有个主权 比如说你打背 你如果说痴呆症 你就对你自己已经失去了主权 或者你现在被抓去监狼里关 你的主权也被剥夺掉 你在这段时间 你已经限制在这个环境底下 你已经没有主权 或者你打背 你已经上司做任何事情的能力 法律上有这个名词 叫上司什么权 自主权 对啊 就是上司这个管理 自己管理能力 这关理是一种状态 那我们现在只把人的状态 应用在国家状态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要开始实行 他国家的主权 好了 现在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实行你的国家的主权 又跟另外国家主权的权利 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是怎么样 那就是战争嘛 所以希拉蕊在前几年已经讲 跟中国讲白了嘛 你要不遵守这游戏规则 那意思是说要照你的喔 如果 不要照游戏规则的话 那表示什么 你要有足够的实力 来证明你的主权可以行使出来 你要足够的实力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些材料去打一枪啊 对不对 你有这些材料去修复吗 中国一方面装闹求饶 国际反而更加毁来毁去 但实际上 他又把部队一直部署下去 所以这就是外交政策上面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摆低调在口气上 但实际上 清门大户一步一步 继续盖岛交啊 继续军队派进来啊 美国也没有在怕你啊 美国也一样做啊 外交人员当然永远讲好话啦 我们都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啊 其他国家也说 我们都希望这个南海问题和平解决 哪有可能 鸡西都传好好的在你们家里面 你想说不怕而已 你知道传这鸡西来到人家国家里面 花多少钱吗 不得了耶 几十万的部队耶 几个航空母机院战斗群摆好了 每天都在烧钱耶 每天烧的金额是几十亿美金耶 你这人员部的不用吃饭喔 油钱不用耗损啊 在那飞来飞去都不用钱耶 那都是钱耶 最后最近的Cambordia Cambordia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柬埔寨吗 Cambordia 美国的野战医院进驻耶 讲到野战医院就很可怕喔 你如果不打仗不会有医院产生喔 有把野战 野战医院又是开玩笑 你如果知道什么叫野战医院 就是说他准备要打一仗 而且准备要伤亡 准备要伤亡喔 有把野战医院 开战了 现在三个超过了 法国的战斗群也进来了 日本也准备好了 野战医院也准备好了 所有的 那在这个紧张的状态底下 居然有一个布教堂那里的灑瓜冰 居然一射一个飞弹就出去了 双方那个大人在那边 突然来一个小朋友在那边 丢一把刀子在对方 你觉得呢 你觉得美国怎么看待你中华民国这个军队 太可恶了吧 对不对 大人都还没有讲要开战 你在那边挥舞什么东西 表示你中华民国根本没有能力 控制这群人 如果小孩子没有能力 我会给你大枪吗 会给你泡着拿在手上吗 是不是等得出乱子呢 当然是啊 所以大家傻眼了 所以会叫你两台 巡防舰 不是啊 两个从太平岛撤回来 还会很多 这个只是 不要讲得太细节 Solution from without 就是签名盖章 当官方正式的G7国家给你 认证照片给你登出来 名字全民给你Taiwan Civil Government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位阶已经远高过你现在所有在台湾的权力了 远高过喔 你现在觉得中华民国最高是什么 是总统是吧 在台湾民政委眼中里面 他不是喔 他什么都不是喔 他叫流亡政府 Chinese Taipei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最高的权力单位 就是台湾民政府 在民事上面 最高的军事政府叫美国军事政府 占领者叫做美国总统喔 占领者叫做美国总统喔 由不得你中华民国在那边说三道四胡说八道喔 你再讲讲看嘛 你看看会不会被修理嘛 在这个当下你敢不敢宣称台湾是中华民国的 再讲一次 跟你讲不出口 台湾这块土地现在的状态 已经是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的 第四条跟第23条所讲的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在这上面有一个组织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这个名字在第四条 讲得清清楚楚的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上面已经出来了 然后这个条约什么时候就出现了 在这次的法律诉讼里面全部都摊在阳光底下 法院 美国法院也认证了 美国即将很快的速度里面就在行使这样的权利 那这时间点预计是在12号宣布之后 当然啦 我不能预测到底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那不会按照我们预测啦 这是我们的预测而已 接下去 How TCC deal with the future 对于未来 现在我说就说就说未来 只说就说过去 以前说老人只说过去 其实我说给老人听 说给我们爸爸阿公阿嬷那一代 听的 说你们过去遭受的苦难跟痛苦 跟人去用灵敌 今天我们得到头部的机会了 就是这个 就是台湾民政府要站起来 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现在就是要等待这个我们全面执政这个时间要到了 大家可以准备要高兴 不用说这样老百姓 不用说老百姓过一世了 不用说在压抑自己 不用一天到晚被人家糟蹋了 不会在媒体上面被人家语言的暴力 不会被在这支那人再给你帮你台湾人 不会了 现在翻翻起来 所以他们这一次 他们这些资大人很生气 怎么叫我们难民 你就叫难民就嘟嘟好啊 全世界难道有其他名词吗 除了难民有其他名词吗 没有啊 叙利亚难民到欧洲是不是叫难民 难不是人他说 荣民喔 叫荣民喔 荣 光荣的难民吗 这不是很好笑吗 难民有光荣的吗 没有啊 你不喜欢人家叫你难民 很简单嘛 回到你国家去就不是难民了嘛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给人家叫难民 你又不申请 又 又不认同这台湾这土地 是大日本帝国天皇城民的 你在这边是什么身份啊 讲清楚嘛 你的身份现在被我们identify出来 认出来嘛 人出来了嘛 就是这个名词嘛 没有其他名字叫refugee 这不叫侮辱呢 反而你叫我说是中国人才是侮辱呢 你叫我说是皇民 我们是适当的事情 我们就是天皇的臣民啊 没有错啊 TPP Provide a Stable Government 我跟你讲 台湾民政府 在去年 我们有一万人的大游行 整齐化衣 从头到尾的游行 没有人讲话 你以为觉得很奇怪 一万人的游行 没一个人说话喔 你听都没有听过啦 整齐化衣全部穿西装打领带 我看到也像这一台 女生也是穿的整整齐齐的 除了中间加入我们的 有一些民众以外 但是我们主要的部队 一万人 在台北街头从东区 走到 所有的自由广场 全都很近 好玩玩看 跟列证 这个东间 有很多的讯息描述出来 其中一个 就表示台湾民进入是一个有纪律的团体 我们的纪律来自于什么 法律 我们在彻底执行这个法律 才会造成台湾民进入你只要来上课 接受我们法理训练的人 就会自然整整整的遵守法律 遵守法律才是未来台湾人的 未来的道路 我们要遵守的法律 不光是在台湾这边的法律 我们还要遵守国际的法律 我待会就要跟你讲什么叫TPP 在遵守法律的前途 前途之下台湾才有未来 你才可以跟世界现在先进国家接轨 你看看 所有先进国家一定是遵守法律的国家 不遵守法律的国家 一定是落后的国家 你这个看日本就好了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特殊的社会 你只要去旅行就知道了 几亿人的国家管理成这样子 连东京那个闹区都是干干净净的 每一个人穿衣服 你去那边随便到大阪 欧萨嘎还是 走在路上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来 为什么穿漂亮亮 因为它环境漂亮 你环境漂亮自然 你就会想穿漂亮的衣服 就想办法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因为它政府提供这样的环境 但是这个漂亮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大家都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公私分明 公的是公的 私的是不是 月落后的国家全部混在一起 公私不明 把自己的摊子拿到街上摆个夜市 那你就要生存了 当然不需要摆夜市可以生存的 但是要在民政委的管理底下 但是在中国人的管理底下 你一定是被迫要去摆摊过日子 要不然你活不下去 是这样啦 被迫到要去摆夜市才生活 哪有可能跟这样啦 日本时代不需要这样做啦 每一个人都是天皇的臣民 秀明明的 会照顾得很好 提供一个立法的政府 为什么我可以 我说那个游行的时候 我们几大诉求 日本是我们的祖国 就这样的和平资金仍然有效 美国是这块土地的主要占领全国 台湾人不用当兵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我们几大诉求 我们话不多 清清楚楚 就是非常清楚 把我们的诉求 一句一句一句 按照法理的写出来 你没有看过台湾人的团体组织 上街头 我们不是抗议哦 你那样弄错 我们在宣告 所以过去台湾人都是抗议 你在人家的权利底下 得不到该有的权利 你抗议啊 我要抗议 没有 台湾人这种的一万人是来宣告 对台湾人宣告说 台湾民进入疫情出来了 我们有部队站在最前面 我们的政报部队 我们的黑熊部队走在最前面 告诉你 这是我们按照法律 按照公权力在执行的一个团体 台湾人要赶快认识他 越早认识越好 Provide Stable Government 就是稳定的政府 我们怎么样能够提供 台湾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除了法理上面非常坚实之后 所以我们执行法律起来 也会非常的公正无私 以前过敏动 因为是诈骗极端 所以他执行法律来 倒不磨 法律遇到大官会转弯 遇到中国人的后代会转弯 对吧 中国人会贪污 要怎么样随便他 因为他是占领者 台湾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中国人来到台湾 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 来通知你比赞美赞 你不要想把自己跟他拉到同一个位置 去讨论法律 不会有的 为什么会转弯 为什么碰到台湾人的总统 scripture说 台湾民事政府以后 我们的授权单位是从军政府来一下 我们主要是管派民事政府 所以我们的部队不会有 但是要執行起來一樣可以 我們是屬於民事組織 真槍是美國軍政府的 美國軍政府會以管理秩序為理由 執行它該有的任務 我們也會在我們這個名稱底下 執行我們能夠執行的範圍的任務 但是不管這兩者我們都是按照 美國的規矩在做事情 你沒看最近Dollars不是有出現槍擊 對不對 你看美國警察有對你客氣的嗎 沒有耶 你等於是挑戰公權力耶 美國的警察反應是絕對 所以那個敢去對警察開家人 他完蛋了 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遇到警察 你不敢跟他胡說八道的 特別那個Chef 或者是那些周公路上面的那些警察 每個又高又大又壯的 他叫你停就停 你兩隻手不敢亂動耶 不是裡面去挑證件 連那個手都不要離開你的駕駛座 你馬上就不要開槍 因為警察會以為你要挑槍 美國有幾個州 是容許每個人自己擁有槍切的 Texas Aklahoma Kansas 還是Arkansas 還是這些幾個州 你到那個子彈是到超商去買的 你知道嗎 你到超級市場Walmart去買 我要一千發子彈 點三八口箭子彈 對 你就可以買他就給你了 我要手槍三把 真的耶 這是美國精神耶 美國以前是Wild Wild West 整個西部就是每一個人都有拿槍的權利 為什麼 他這樣才可以保護他自己 這是美國的傳統 你不要以外國的禮儀場去看美國 你看不懂的啦 美國為什麼即使發生這麼多槍擊案 他至今還是不會通過說 美國人要把槍全部交出去 你這樣通過的話 美國會大亂耶 美國到至今 所以那時候 不知道幾年前 日本人去參加他們的Halloween 萬聖節派對有沒有 他裝成鬼跑去人家家裡面 走到人家的院子裡面 人家想說FREEZE 他聽不懂啊 人家想FREEZE什麼東西 繼續跑 砰 打死 無罪 因為你已經侵犯Trespassing 進到人家的那個家的範圍裡面 美國人對這種territorial 你的領土很重視的 沒有讓你隨便進來的 他叫你離開你就要離開的 要不然他可以開槍把你打 打死是合法的耶 不像中華民國這邊的法律 莫名其妙 強盜跑到家裡 然後你被那個主人打 他還反告說主人 用力過渡 暴力怎麼樣 還可以反告耶 好笑耶 你在人家家裡面 你本來就不應該在我家出現 你叫美國法律 我把你打死是應該的 因為我在保護我自己的 自身的安全 Self defense 沒有什麼過渡 你只要進到人家家裡 就是沒有什麼話好講 這就是美國的法律 那我們現在被美國統治家 我們要了解什麼是美國的法律 你要知道美國人的性格 美國人對法律的堅持是什麼 你才了解嘛 一切by law的國家 才可以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 知道嗎 只有這樣的國家才 你不可以把他煽動 但是越落後的國家 你只要戰爭的消息一出來 我跟你講 中國第一個就內亂了 馬上啊 那時候不是怎麼 那個冷氣是會開 他好像 我全身開始流汗了 講到全身都是汗 謝謝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我兩位就好 Stable government 就是一個穩定的政府 台灣民政法會提供一個穩定 為什麼穩定 現在的政府不穩定的原因是 第一個他非法 OK 他是騙的系統 再來一個 因為他是騙人 所以他不敢隨便 徹底執行他的法律 對不對 他無從執行起 他要保護 有特定目的來形成的系統 所以他不會穩定 而且他又是鼓勵一件事情 叫做人民最大 當人民最大的時候 這個政府絕對不會穩定 因為他分不清楚什麼 所以那時候來這邊上課的人 我就問你一件事情 你以後當民政委的官員 請問你 覺得人民最大請舉手 很多人就舉手 我說你錯了 你有沒有搞清楚 什麼人民最大 今天你在當民政委的官員 是人民給你權利的嗎 是人民把你選出來的嗎 不是啊 你今天在當民政委的官員 是美國軍事府下令給民政委 讓你來任命 你的功能在於 你有沒有完成你的功能 你如果不能有功能的話 就幫你換掉 對你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美國可以突然下一道命令 叫你離職 你一點罵都沒有 你不然就夠任何人了 你這個權利來源 是美國直接按照他們 對你的評估 決定你可不可以坐這個位置 就這麼簡單啊 是從上而下的權利 不是從下而上 你沒有立場來吵 過去我們就有一群人 社會叛變的說 是誰啊 是我們中央發命令 把這些所有的總理 副總理 知識 全部免職掉耶 你可以突然之間 把這些人免職掉耶 你不要以為這些人 你站的位子你就很重要 沒有耶 看你怎麼表現耶 你現在來民政委的時候 你要讓人家知道說 你是怎麼在執行 法律上的事情耶 軍政府做的事情 是以功能最導向的 你有沒有完成 你該有的功能 不是說 我陷一位了 這就是我的 英文是我的 沒什麼事 這個如果不了解的話 你們會很困難 以為像過去 喔 島主喔 這個陷一位 還是我的 沒什麼事 如果沒有這心理準備的話 這邊就很難來 那時候美國講清楚 來民政委兩件事情不能做 如果貪污的話一定是什麼 沒有人講死刑 唯一死刑 沒有其他 所以我很煩樂耶 真正執政之後 搞不好真正接受死刑 是我們同心耶 你如果不知道來這裡 不可以這樣做 你不要開那個玩笑喔 不要想說 康紀委你可以保住什麼好看的 沒有那件事喔 你要完全透明公開喔 要不然你也不要做喔 你敢來民政府 就是一個這樣的單位 你不要做朋友 你不要做個人的操守 非常重要 從事政治的話 兩件事情 禁地與禁撼 兩件事情 集 要用兩性關係 不要有亂七八糟的兩性關係 就一個老婆 一個女朋友 趕快結婚喔 然後就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們追求是 民政府官員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 我們希望家庭正常 當政府官員的家庭正常 我們社會才會正常 你有做好的榜樣給剩下的人看 另外就是錢的事情要搞清楚 不要亂七八糟 沒有模糊的空間 完全沒有 不要想利用你的職權 去包廂什麼事 官商勾結是最可惡的事情 利用你的權利加上你去弄錢 那是最可惡的事情 人民一定是這樣吃苦 受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再來capitalism TPP是待會兒要講的 台南政府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非常清楚我們的角色 未來臺灣的希望 也就是在美國 應該講TPP的架構底下 以太平洋為中心 你們知道什麼叫TPP嗎 來 我們跳一下 就七大公益 不要 就TPP的組織 剛才講到民主的觀念 來 如果各位一旦擔任的議員 還是知識 還是軍手 你下面要管的就是六十萬人 突然之間要管六十萬人 這裡面只有三十萬人 我給你看這照片只有三十萬 六十萬是這個的兩倍 你如果跟我講 你還在跟我講人民最大的時候 你就死了 因為這六十萬人 每個人意見都不一樣 你要聽誰的 當你說人民的聲音最重要 最大的時候 你聽不下去了 六十萬人每個人都說 我要當頭 I'm the boss 每個人都說 I'm the boss 為什麼執行是我的事 為了讓我下一任再繼續當選 我只聽誰的話 這裡面比較派 比較有錢 比較有勢力 對不對 所以最後路面都走出來 因為他可以嚇嚇別人 真正的弱勢團體 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你怎麼聽得到 他們老早就被壓掉 這叫叢林法則 所以講人民最大 都騙你們三票要贏的 他目的就是要奪取這個位子 之後接下去四年 是隨他使喚人民 這個如果不了解 你不要來台灣民政務 連這樣的基本的概念 都搞不清楚怎麼來 那我現在剛才要講的TPP架構 這是比較大的picture TPP就是這些國家 有沒有 New Zealand Chili Perlu Maxipo United States Canada Japan Brunai Vietnam Singapore Malaysia Australia 這幾個環繞的太平洋的國家 所成立的新的經濟體 那這經濟體當然有它的遊戲規則 將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有要求沒有關稅 要符合這些規定 就像歐盟 你要加入歐盟 有很多歐盟的規定 你的食品要有很多標準跑出來 你要符合 歐盟這些國家裡面 完全沒有關稅 可以互相通的 但是這TPP是新的架構 又跟歐盟不一樣 所以你們還有得期待 因為這幾個國家 他們的經濟發展的程度都不同 不會一致 那按照不同國家 保留它原有的特色 所以以後台灣出來台灣 大日本帝國台灣出來 也是一個非常具有 台灣特色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會保留台灣的特色 不是中華民國的特色 也不是中國人的特色 也不是所謂的漢人特色 胡說八道的特色 我們是回到大日本帝國台灣 這是我們真正的身份 也是以這樣來發展我們的文化 所形成的一個經濟體 這樣才可以 contribute 就是貢獻給所有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 經濟體你不要以為說 所有東西都把它一致化 所有的國家都像紐約一樣 所有的都是大熔爐 不是 大熔爐只有美國去當 其他國家日本像日本 日本台灣像日本台灣 無奈才無奈 馬來西亞像馬來西亞 澳大利亞像澳大利亞 每個人都有它的特色 這樣的經濟體 才是一個活潑的經濟體 每個人都有它的特色 不像台灣人 你去每個地方買的土產 都是長的一樣 我到高雄可以吃到 哪裡都可以吃得到對不對 你們要吃棺材板 台北吃 要吃台南肉粽 台北也吃得對 那有什麼特色 什麼叫特色 就是我在當地 有一個特殊的文化 只有在當地 才可以享受到的東西 你到日本也是 我到娜娜 奈良是奈良 東京是東京 我到富山 我到北海道都不一樣 你食物也不一樣 人也不一樣 感覺氣氛都不一樣 那才有 這才有趣嘛 對不對 所以以後也是台灣 每個地方有它自己的特色 每個人把它自己的特色表現出來 不是一字化 喔 好 來 這就是TPP架構 我們知道我們的position in the game provide stable government with consistency in all policies in devil to pursue capitalism optimization 那個是比較深的 李拜四在講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邊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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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